本日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同情780 简选原因是 9月章至中秋和国庆长假期 预期会带动旅行出行的需求 股份是关注同情旅行 同情今年业绩大幅改善 全年预料是亏转型 赚14亿元人民币 同情管理层预期 强劲旅游势头在年内仍然持续 因为消费者被压抑的需求未被满足 策略上同情星期一收报18.4 第三季至今累计升了12% 跑赢行指同期累计跌了4% 如果短期守18元水平可以少住收集 否则可以等待上升通道底大约17元才买入 上网上升通道顶大约20元 大口目标价平均23元